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杜富国记住这个名字 致敬这位英雄 还有他的许多战友那些扫雷勇士 早晨上班的地铁上看哭了 能够这样平安的乘坐地铁上班 是因为有人把危险当在外面 很珍惜现在的每一天 希望国家可以照顾好他的后半生 也希望科学技术能够尽量早的优先给英雄们带来帮助 愿一些安好 国家和人民需要这样的英雄 有网友评论按优福条例可凭一级伤残 外带终生护理费 生活保障可无忧 大家放心吧 本周绿岛于群月指数59.15万 扫雷兵 和平年代离死神最近的职业之一 他们的面前是战场 他们的背后是一方平安 致敬英雄扫雷兵杜富国 致敬中国扫雷兵 关键词陈宇凡吸毒 林容忍 10月28日下午 北京市公安局实践山分局官方微博发布通报称 根据群众举报 警方抓获两名涉毒违法人员陈某和何某某 后竟证实陈某系歌手陈宇凡 目前二人已被行政拘留 网友评论 吸毒一人永不原谅 对吸毒的人的容忍放纵 就是对那些为了嫉毒而牺牲生命的检查的亵渎 明星是工作人物 带给青少年的榜样力量不可想象 所以更应该严格管理自己 当然 每次有明星都爆出吸毒 总会有些声音说 感觉他还是压力太大 很可怜 要不谁也不会走上这条路 跌倒了 站起来 一路挺你 不离不弃 但这些点着明星的光环 享受着大众的掌声和鲜花的明星们 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不可估量 我们支持每一个犯过错的人 改过自新 但对吸毒一人 绝对不能可怜 早在2014年 当时的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 就曾对列纪人正式出谈规定 加以宣制 今年年初 国电总局宣传司司长高厂力 在宣传例会上再次重申 广播电视 邀请嘉宾 应坚持四个绝对不用标准 其中就包括 有污点 有绯闻 有道德问题的演员 坚决不用 本周绿岛于春月指数 算是3.28万 人生总要奔跑 但千万别跑错了方向 现实而好 是有人帮我们把黑暗挡在了外面 面对毒品 必须坚持迎容人 因为花在毒品上的每一分钱 都是打在基督警身上的一颗颗子弹 关键词 死刑 最高法 支持 10月28日 云南 四川 贵州等地的四名强奸 杀害未成年人的罪犯 被执行死刑 其中罪犯 陈玉璋 利用教师身份和便利条件 对女学生进行信心 被害女生多达十余名 其他都是幼女 其中多名幼女被接淫多次 有的甚至多达数十次 被害女生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罪犯潘永贵 性垒犯 伙同探人 专门针对在校女生进行献亲 造成被害女生怀孕 跳楼 罪犯 徐坤云 从公共场所将十岁女童 骗至偏僻处 先奸后杀 罪犯 杨胜松 因赶情纠葛 赖下两名无辜儿童 对于最高法 坚决从重惩处 伤害无辜 未成年人的罪犯的做法 全网爆赞 表示坚决支持 保护祖国的花朵 死刑即是零容忍 支持 感谢中国 之前的事件以为都石沉大海 今天平地一声雷 全部给他们判了死刑 暴风鼓掌 希望给那些小孩子们 以心理救助 正义永远不会缺席 本周绿岛一村约 举出28.21万 最高法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对侵害未成年犯罪案件 采取零容忍态度 对利用特殊身份和便利条件 实施犯罪 以校园学生和留守儿童 为犯罪目标 为报复社会 伤害无辜儿童的 坚决依法从众惩处 关键词捐款浙江男子 11月23日 浙江宁波白鹤派出所 一名看似人浪汉的男子 到所捐献1000元 请民警帮忙转交给困难学子 他说 我在报纸上看到助随计划 也想捐点钱 男子还说 这些钱都是正规渠道来的 请放心交给贫困学子 民警提出可以少捐一点 他却说 我能照顾好自己 此举瞬间感动周围人 前来拜设的市民 纷纷解囊相助 事情在网上也引发了热议 网友纷纷留言评论 他是拾荒者 不是乞丐 即使衣衫蓝绿 也掩盖不了 你个高贵的灵魂 贝贝不敢往幽国 流浪不往寒门学子 有的人金玉其外 喷须其中 有的人衣衫蓝绿 灿若彩虹 善良的人会有福报的 还有网友认为 我希望有一天 再发布这样的新闻 可以加一句话 我们高度赞扬他的品格与精神 但他才是真正应该被资助的人 但也有网友反驳 他并不需要帮助 他识字 懂力 还有爱心 这样一个人他能过得很好 当然 他的很好和我们想的并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同 尊重他就好 尊重他的生活 用好他的捐款 本周绿岛于7人的指数 26.68万 一个人精神的高贵与否 真的与贫富无关 感谢他为我们带来的温暖 祝好人一生平安 关键词 九托通缉犯清晨警亮 10月20日 四川美阳警方在微博上发布了 九托诈骗犯罪团伙在他人员通告 称 破获了一个在酒吧茶楼作案的 九托诈骗团伙 并公布了7名团伙成员的照片 其中名叫清真警亮的女性犯罪嫌疑人 令其外貌引发关注 被网友戏称为最美通缉犯 网友评论 清本家人奈何做贼 这妹子其实赶紧认罪 出来做个网红还来得及 但也要网友认为 就因为漂亮 评论就如此温柔 这种骗子有钱说的人 处理完了还要叫着出来做网红 都是脑子进水的吗 坏人就是坏人 骗子就是骗子 好看的人也不缺那么一个 对于网友的任意 俗称警方官罗也发表评论称 再好看也不能犯罪 28日 四川美阳警方再度发布通告 正包括清晨警量在内的 五名嫌疑人迫于法律的威慑 目前已主动投案自首 同时警方证告 剩余两名借贪人员 主动投案自首 本周遇到 遗情热议指数25.46万 美丽不是罪过 但利用美丽犯罪 不会因此得到宽幼 好了 本周的内容就是这些 我们下周再见 爱你 你先 你说我的卡路里 来来 甜甜圈 珍珠买巧 放冰冰 放冰冰冰 打烂机 拿走拿走别客气 来来 咖啡饮 剪掉可乐 剪油泥 上发玩买玩游戏 别再熬夜伤身体 来来 红春体 放闻你家 让我骑 风干大车 不拉提 放闻杯里 泡勾气 来来 手呼吸 趁烤烟 有情意 平凡要力 划春机 舞�到无地 舞上官 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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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台